你知道狗狗原來也可以當醫生嗎? 但牠們專攻的不是身體的病痛 而是心的病痛 哈囉 常說狗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牠們深入我們的日常 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 邁可人稱邁爺行走之間散發出優雅高貴 充容不過氣質 總是在服務時帶著燦爛的微笑 溫暖的長輩的心 普悠一身蓬鬆柔軟輕量會結的雙眼 有點愛吃但總帶著天使般的笑容 主動接近人群帶給大家歡樂的時光 牠們是台灣狗醫生大使的成員 更是一對個性天然地北 但又相當有愛的兄妹 領養普悠時 爸爸與媽媽發現牠有分離焦慮 突如其他的聲響或摸頭 牠就會受到驚嚇 希望可以透過一些課程改成牠的行為 而媽媽對狗醫生協會的課程都有耳聞 在普悠一歲半時展開牠的狗醫生探索之旅 經過半年左右的訓練與考核 現在普悠是個個性開朗快樂的大女孩 甚至露出貪汁不落人後的真實個性 與穩重的哥哥形成強烈的對比 在前期的訓練基礎中級高級課程完成之後 接下來是狗醫生的考核關卡 須這次訓練中的狗狗模擬 坐輪椅或騎拐杖的狼狈突然發出大聲烈談 是否能夠保持心境與行為 皆在穩定友善的狀態中 麥克普悠媽媽也能跟我們分享 她記得麥克獲得資格認證後的第一場服務 原本肚子不舒服的她竟在服務過程中快樂的投入 並完美達成禍導 唱歌等每一項知音 讓在場每一位長輩都笑得開懷 而普悠則是在服務腦麻兒童的過程中 充分發揮她的萌優勢 讓孩子敞開心狂 伸手觸摸普悠 他們是狗醫生為人們的心靈帶來醫療奇蹟 可以從他們身上尋找到最溫暖的陪伴 那以上就是這集封面人物 更多精彩內容都在 哈寵刺全新記刊十大貓狗疾病 四月即將出攤 更多的資訊請鎖定哈寵刺粉絲專頁 那這集就先到這裡啦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